有记者提问 22日晚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自民党议员会议上 关于中方在钓鱼岛周边活动称 中国正以不起眼的方式一步步进行所谓侵略 最终造成改变全局的情况 这绝不允许 岸信夫还称 如果台湾赤化 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 这种言论完全是信口开河 极其不负责任 有这种人当道误导舆论 日本老百姓怎么能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 怎么能对中日关系树立信心 赵立坚说 愿强调以下几点 一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习近平主席在博敖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开幕式演讲中再次重申 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永远不称霸 不扩张 不谋求势力范围 不搞军备竞赛 日方应该好好听清楚 不要再就中国发展胡言乱语 误导公众 二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执法 是行使本国固有权力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部事务 中方绝不容许任何国家 以任何方式插手干预 日方一些人发表社台错误言行 充分暴露他们不愿看到 并千方百计 企图阻挠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阴暗心理 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日方对此不要有非分之想 三 日本近代在亚洲四处侵略扩张 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受害国人民 带来深重灾难 而时至今日 日方仍不愿诚实正式反省侵略历史 不时上演一幕幕 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政治闹剧 日方个别政客 无视自身斑斑劣迹 大肆污蔑中国搞所谓侵略 他们究竟异欲何为 值得世人高度警惕 我要奉劝日方反攻自省 立即停止对中国造谣重伤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另外针对记者提问 专家建议中国联合周边国家 起诉日本核污水排海一事 赵立坚指出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问题 绝不是日本的家务室 核污水要是没有公害 日本为什么不自己留着 日本不应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 和各国人民的健康安全置之不理 不应将该由自身承担的责任 转嫁给全人类 如果日方执意将自身私利 凌驾于国际公共利益之上 执意要迈出危险的第一步 日本国内民众不会答应 周边国家不会答应 国际社会也不会答应 日本政府也必将 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 付出代价 留下历史污点 方法相当